哈马斯的影响接受半岛电视台专访 这句加萨人不逃跑 似乎让加萨人陷入两难 毕竟不是所有加萨人都跟这位90岁老奶奶一样 逃难逃了一辈子逃累了不走了 其实还有更多的加萨老百姓听到 以色列下的最后通牒决定往南逃命 不过以色列公布空拍画面 指控哈马斯在撤离的重要路线上设置路障 想跑不让你跑 形同是挟持200多万居民当人质 一旦以军地面进攻面临的最大难点 就是这些充当人肉盾牌的居民 哈马斯躲在人群中难以分辨 以军一旦开枪免不了伤极无辜 而且当以色列进入狭窄的加萨市区打巷战 每个转角都有埋伏的危险 只能靠步兵近距离厮杀 还得担心哈马斯的地雷或是爆裂物 以及建筑物上的狙击手 另外哈马斯如蜘蛛网般的地道系统 刻意挖在民用设施底下 神出鬼没打游击 整座城市宛如巨大陷阱 更别说还要拯救150名人质 难上加难 更难预测的是外部势力 伊朗外交部长在卡达建哈马斯的官员 自己养出来的老虎来求救 伊朗会见死不救吗 西方就很担忧如果伊朗也加入了 以巴混战 阿拉伯世界选边战 恐怕掀起整个中东世界的战争危机 Q&A 中博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